很多人对二战后德国的印象 可能是积极反思战争罪行 特别是1970年 西德总理伯兰特为德国侵略罪行的下跪 实际上 西德乃至统一后的德国中 否认大屠杀 鼓吹纳粹思想的各种个人和组织层出不穷 不过 德国还是有相关法律能进行惩处的 联邦德国建国以来的实际行动 恐怕是很难彻底清算纳粹的 比如 沙漠之湖隆梅尔的参谋长汉斯 斯派达尔在战后的德军里照样担任将军 1957年还当上了北约的中欧地面部队司令官 曼斯坦因等前二战 德军高级将领照样担任战后德军的高级顾问 原党卫军大将约瑟夫 狄特里希的葬礼有约6000人参加 六个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为他抬官 根本没有被管束 上图就是葬礼上的一角 大批党卫军和国防军老兵出席 影响极其恶劣 弗朗斯·库罗夫斯基之类纳粹德军的宣传人员 在战后继续以纳粹的宣传材料为基础 鼓吹二战德军的战绩 在社会上大出风头 这些可能是美国的需要 西方世界需要这些原二战德军骨干人员组织西德军队 打造出一支反苏又反共的武装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 各种宣扬纳粹思想 否认大屠杀的新纳粹组织层出不穷 比如1951年 就有一个名叫钢窥团的新纳粹组织成立了 第一任会长为原二战德军元帅凯塞林 凯塞林元帅 这个组织显然是和纳粹上台前的极右翼 准军事组织钢窥团重名 后者是1918年组建的 1933年并入了纳粹掌握的冲锋队中 新钢窥团在20世纪50年代末 曾和原钢窥团一样 穿着统一的制服进行活动 不久后就被联邦德国下令禁止其活动 不过这个组织并没有彻底消失 1998年3月 德国警方查抄了莱因兰 普法尔茨州的一个秘密据点 缴获了不少步枪 冲锋枪 地雷以及炸药等等 2000年以后 该组织的公开活动几乎很难看到 可能是已经消亡了 新钢窥团的一个骨干卡尔海因茨 霍夫曼 在1973年 还建立了一个新纳粹组织 叫军事体育小组 也被称为霍夫曼军事体育小组 这个组织经常公开鼓吹纳粹思想 并用棍棒殴打反法西斯人士 1977年7月 霍夫曼军事体育小组 在纽伦堡组织了奥斯维新大会 公开否认大屠杀 同一年冬天 霍夫曼军事体育小组 甚至进行了军事演习 这些新纳粹分子 头戴二战德军样式的钢窥或者军帽 身穿迷彩服 佩戴党卫军风格的领章 乘坐着喷普党卫军标志的车辆 招摇过世 从1980年德国警方的查超战国可以看出 他们的武器是真的 警方缴获的武器中也有炸药和手雷 这个组织在德国警方出手后已经基本消亡 不过就算是2000年之后 德国也有一些新建的新纳粹组织 图林根少女指环 2000年代在图林根州创立 和她的名字一样 是和女性新纳粹组织 宣扬纳粹思想 2007年被认为逐步消亡 救助否认大屠杀者协会 2003年成立 主要主张就是否认纳粹大屠杀 2016年1月被列为反宪法组织 2003年 还有一个叫另一种媒体的新纳粹网站上线 有美国3K党的背景 2016年被德国关停 德国法律对于宣扬新纳粹思想 和否认纳粹大屠杀的罪行 有具体的规定 德国刑法典第130条规定 公开煽动者 判处三个月至五年的有期徒刑 否认大屠杀等纳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 最高五年徒刑和罚款 公开集会宣扬这些思想的 最高三年徒刑和罚款 在实际操作方面 确实把一些新纳粹分子关进了监狱 比如霍夫曼军事体育小组的创始人 卡尔·海因茨霍夫曼 1981到1989年期间在监狱服刑 此人就是上面那张演习照片里戴军帽 手握冲锋枪 留着大胡子的那位 还有一位误打误撞很有名气 叫乌尔苏拉哈福贝克 女性 否认纳粹大屠杀 被判处十个有期徒刑 左边这个人我已经在 神秘二战德军美女到底怎么回事 解密她的军服与传说里解释过 根本不是什么二战德军女兵 而是一个网名叫阿曼达 林子普鲁士皇后的现代网名 以穿着二战德军军礼服拍照为乐 乌尔苏拉哈福贝克没有参加过德军 二战德军原则上也不给女性军人身份 只算作辅助人员 除此之外 德国还有不少人因为否认大屠杀 被判刑或罚款 这里顺便说一说东德 曾经的东德军队中 有些部队甚至使用与纳粹作战的人物来命名的 比如著名的第九坦克师 称号为海因慈护夫曼 曾在国际纵队中与德裔法西斯干涉军作战 二战后任东德国防部长 再比如摩托化步兵第九团 称号为鲁道夫·伦纳 1933年被纳粹当局逮捕 1940年死于集中营 东德是如何反心纳粹 承办否认纳粹罪行的罪犯的 西方对此问题的论述很有意思 一方面西方只好收起那套诽谤 德共和纳粹是一伙的暗示 不得不承认 苏联和东德在二战结束后 对纳粹战犯的惩戒非常严厉 而且对新纳粹分子的防范可谓是防威杜剑 连收写纳粹口号的人也要追查 西方认为这是东德安全机关斯塔西的线人密布 新纳粹分子很难成事 因此 东德首次的新纳粹活动 要到秩序败坏的1987年 这一年的10月17日深夜 30名新纳粹分子在音乐会上作乱 高呼新纳粹口号 另外一方面 西方人怀疑 有些新纳粹的活动可能被东德隐瞒了 东德曾发生一些德国人袭击外国人的案件 是否为新纳粹干的 有些从西德逃跑的西德新纳粹分子就此失踪 西方怀疑被斯塔西送到了中东地区 移交给当地武装 让这些人与以色列军队作战 但是 尽管东德的档案落到了联邦德国手里 以色列又是他们的伙伴国家 却没有看见联邦德国内政部 以此为结论写入报告 德国在刑法中加入 处罚新纳粹分子和否认大屠杀者的条款 给各国提供了不错的借鉴 更不用说其情报机关 宪法保卫局的第二处 就是对付极右翼组织的 但是 德国由于自身国情 各方博弈微妙 对于有些组织想言成却无法如愿 比如德国国家民主党 及其附属的女性组织指环 国家妇女都是极右翼组织 德国曾在2011、2012和2016年三次想依法解散 却未能如愿 而且有些国家是法西斯与军国主义的受害国 有没有美国的干涉 在这方面的阻力应该是比较小的 阅读扩展神秘二战德军美女到底怎么回事 寒冬中的战壕 乌克兰对峙前线与战争片有哪些不同 这方面的家线与战争片有哪些重通的 13.5.104 20.152 20.154 21.201